原本是窗型冷氣的洞口 已經加大完成了 以後會放玻璃磚增加採光 我覺得這個過道拆完之後 這個整個採光效果非常好耶 對 所以後來在拆除完之後 有再傳現況的照片跟屋主討論 說可不可以變更設計 變成兩片拉門的形式 兩片拉門的形式會更符合日式那個風格 更增加採光跟通透感 這一次的設計案呢 是一個37年的老屋翻新 我們設計師人已經在上面了 我們就帶大家去看看 這個房子的現況 哈囉 哈囉 請如明幫我們解釋一下 就是這個房子的現況 像這個比較老舊的那個鋁門窗 我們會把它做更新 因為它除了隔音不好之外 它現在五金也不好使用了 這邊會有格局上的更動 就是我們會拆掉後面那一道清格堅強 就是我們拆掉之後 我們客廳的整個空間感會更通透 未來的話這邊不只是客廳區 它還有我們用餐區 會在這邊 喔等於就是說客廳 然後用餐區 沒錯 因為我們後面就是我們的廚房區 那我們過去看一下 好的 好的這邊是我們原本的過道空間 然後未來拆掉這一堵牆之後 我們用餐區域就會是在這一區 那所以它的用餐區算是非常的大 對所以我們在用餐空間後面還有做一個 清格堅強是新做的 是要做來做儲藏空間 喔等於就是說 這個公共區域的收納工程都做在這個儲藏室裡面 沒有錯 所以我們整個家裡面沒有做太多系統櫃的設計 這邊就是廚房的區域 這個木座餐櫃呢 未來會把它拆除 會改成一道清格堅強 等於說格堅強就做在這個門目前的位置 基本上原本的位置 我身後的這個空間就是 未來要放冰箱的空間 現在木門的位置呢 未來會改成一個玻璃拉門 然後在這個空間 我們會做一個一字形的廚房 然後現在來到的是主臥衛浴 基本上依據屋主的需求 會整間衛浴重新拆掉重做 這邊就是我們主臥室的空間 還蠻大的 對整個空間有大概5.5平 這個就是很標準的 對它就是 就是從以前用到現在的衣櫃 但它其實沒有壞掉 但是因為不符合未來的風格 所以屋主還是考慮會把它清明掉 那地板呢 地板呢 也會重新鋪SPC的地板 未來這邊原本的窗型冷氣 會改成變頻冷氣 然後我們要刺過去 現在來到的是我們的客位於空間 然後現在可以看到 它天花板都被整個拆除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結構補牆的工程 喔就是補那個鋼筋外露的部分 它本身會一直掉泥塊下來 所以有點危險 這一間房間未來會作為樂器室 或是客房做使用 喔樂器室 對因為屋主本身會吹薩克斯風 喔所以等於說這一間就是它自己的 一個小空間 對對對 那像這樣子的大家具應該也是丟掉 對這個也是清暈掉 好的現在來到的是小孩房 然後可以看到原本這個牆上有一個採光窗 然後未來呢因為屋主考量到 並沒有增加多少採光 也有隱私性的問題 所以未來會封起來 現在我們這邊是廚房的空間 然後這邊接著是後陽台 然後看一下我們工程現在進行到一半 然後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工程 是因為我們當初發現天花板有個很大的裂縫 然後我們悄悄看之後發現樓板是空心的 哇很誇張欸 樓上應該有點漏水的問題 沒錯它樓上的防水已經失效了 而且我感覺它有一點點海沙屋的狀況 有其實我們台灣早期的房子的綠璃子都偏高 地磚會更新 然後原有的洗手台會打掉 那我們現在拆除工程已經完成了 然後今天呢就是水電師傅來放樣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整個房子現在的狀況 好那我們可以先從前陽台這邊開始 我們已經拆掉了原本舊的鐵窗 空間變得很開闊 未來玉劑也會做新的穿梭管 欸那穿梭管是要做什麼用的 主要是可以防盜 也比較美觀 因為原本的鐵窗已經生鏽了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舊的水龍頭在這裡 未來玉劑也會把它改到底部 這樣比較方便使用 那以後那邊也會放一個漁缸 冷氣的室外機到時候會放在穿梭管的下面 下面會再另外做一個冷氣的不鏽鋼架 整體上就不會有一個室外機再放在那邊 佔空間 那邊的角落右上角天花板那邊會再做一個監視器 所以那邊也會流電 原本是窗型冷氣的洞口已經加大完成了 以後會放玻璃磚增加採光 這個就是水電放樣後的結果嗎 對這個是弱電箱 以後全市的網路我們都會整理在這邊 原先這個家是沒有弱電的部分 對一般的老宅都沒有 這邊就是未來電視牆 有先幫補主預留插座 當初是有提到說可能會買一個電視櫃跟壁畫電視 所以才會留兩個不同高度的插座 之後電視牆會延伸 所以這個目前我們放樣的位置 就會是這個電視牆的正中間 因為未來這邊延伸過去的時候會做一個儲藏間 我覺得這個過道拆完之後 這個整個採光效果非常好耶 對所以後來在拆除完之後 有在傳現況照片跟屋主討論 說可不可以變更設計 變成兩片拉門的形式 兩片拉門的形式會更符合日式那個風格 更增加採光跟通透感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這個瓦斯館 它原始的位置是會裸露在廚具外面的 以後會把它改到裡面 就可以藏在廚具內了 然後現在我們就來到主臥衛浴 打掉瓷磚剩下紅磚的部分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水電的標記是 這個地方就是免治馬桶預留的插座 其實位置沒有什麼大變動 對設備位置是差不多 不過我們有加大這個淋浴間 臉盆就小一點點 臉盆選比較小就是50公分的 那現在這邊就是主臥的空間嗎 然後現在看出來是床會在這個位置 對然後旁邊會是兩個床頭櫃 然後這是預留床頭櫃的插座 那它旁邊還有在留一個 對它那個空間是留座書座或是化妝台使用 這邊就是未來男主人的音樂室 沒錯 這個空間中也是有預留一些未來可能會用到的插座 聚集在這一面 因為這一面是床頭 所以這邊還是會放一張床 未來可能會做音樂室或是長輩房 了解 這邊是小孩房 可以看到現在牆面跟地面上有這個藍色線條 就是未來水電會打造的路徑 這個牆面要新增插座 但是這邊都沒有一些原始的插座可以拉線嗎 對可以看到它原本的插座都是那種明顯的 就要從這一個迴路下去打 雖然我們地磚不會更緩 但是我們未來預計會鋪木地板 所以地板被破壞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那現在呢其實已經進入到就是水電方樣的部分 拆除過後 設計師還有廠商復量了所有的尺寸 然後確認所有水啊電啊應該要走的位置 那這個階段非常重要 是因為它會影響到設計上面的變動 因為畢竟圖面上我們畫出來是里牆的狀況 實際狀況呢還是要等到整個東西都拆完之後 放樣完 確認一下就是使用上面的需求是不是符合 在這個階段呢都有可能更動到設計 就像我們廚房的那一個拉門 其實我們有做了增寬嘛 那是因為當初想像的畫面 其實沒有那麼寬敞 那拆除過後 屋主真的很滿意那個採光 還有整體拉門帶來的日系感 雖然就是當初礙於預算不想要做到那麼寬 但實際看到之後 變動後的設計才是它喜歡的樣子 這階段就是趕快把設計的部分 然後前置作業都做完 那陸陸續續其實還是有很多廠商來負量尺寸 再次在這一集 我們在這集中 我們就在這一集中 看到這個嬋子 有最高的3號 是不是 довольно狗這個 還不是很軟的 就很明顯 觀看來自我 我們也不知道